看完生死段随之后 咱们来看看29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看屏幕 Many strange new means of transport have been developed in our century The strangest of them being perhaps the hovercraft 他说在我们这个世纪 那么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 新形式的交通方式 交通工具被研制出来了 其中最奇怪的可能就是气垫船了 前面白颜色的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后面黄颜色的是个独立主格结构 独立主格结构里面 省掉了最前面的with with有没有都行 然后它的逻辑主语是 the strangest of them 逻辑主语 非非动词就是being perhaps the hovercraft 这个being这个词去掉也可以 我们说独立主格 非非动词出现being一般可以去掉 这是这么一个形式 好 看看里面一些细节 many很多 strange new means 很多奇怪的新形式的交通方式 被这个开发出来了 这个两个修士 一个叫strange 一个叫new 为什么strange在前 new在后呢 为什么又说new strange means呢 这个涉及到了英语中 名词前面多个形容词修饰的时候 它的语序问题 这个在三测实物课中 咱们讲过一次 今天做个复习 中心名词前可能有很多的形容词修饰 但如果出现以下这八类 尤其这八类 那么咱们按照顺序来排好 如果不属于这八类呢 就扔到最前面去 怎么排都行了 等一下 大 行 年 新 言 国 才 用 这个答应顺序说背下来 大 行 年 新 言 国 才 用 如果不属于这八类 扔到最前面去就好了 你比如这个 第一个大是大小 行是形状 年是年龄 新是新旧 言是颜色 国是国籍 财是材料 用是用途 再来一遍 大小 形状 年龄 新旧 颜色 国籍 材料 用途 像本文中 不属于这八类里面 扔到最前面去 new 属于新旧 所以new 放在后面 是这么一个 咱们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一张新的 很沉的 黑色的中国式的 圆形的大木头餐桌 这比较极端了 一般来说两三个就差不多了 这个出现一堆 这一张罐子可能放到最前面去 有没有不属于这八类的 很沉的 这个不属于大型年新言国采用 然后大小 这个里面大木的餐桌有个大 那形状呢 圆形的 round 年龄没有 新旧有啊 新的 然后呢 这个颜色有黑色的 国籍中国式的材料 是木头的 用途 餐桌嘛 吃饭的这个桌子 咱们看着顺序 heavy 大 big 行 round 年龄没有 新旧 new 颜色 black 国籍 chinese 材料 wooden 用途 dining table 当然这个情况比较极端了 heavy big round new black chinese wooden dining table 这是大型年新 阎国才用 这是本文中的情况 这个我们看看三册里几个复习 你像三册第15颗出现的 小白羊 a little white lamb 三册第16颗 就是玛丽有头小光阳 三册16颗里面 那么这个小白羊 这个小属于大型年新 那个大小 大在前面 大型年新 颜 颜色白的在后面 所以小白羊 而不是白小羊 还有三册第18颗出现的 这个小黑盒子 这个小属于大小 黑属于颜色 大型年新 颜国才用 大小在前 颜色在后 小黑盒子 另外还有一个 本文中这个strange new 为什么修饰means 而不修饰transporter呢 就是如果我们在 这个名词前面 有量词来限定 我们一般形容词 来修饰这个量词 而不修饰中心名词 这是咱们十三课讲的 知识复习 一杯好茶 叫做a nice cup of tea 而不说a cup of nice tea 它一好杯茶 限定前面量词 本文中这个means 类似于中心词的一个量词 对吧 再比如说a beautiful stretch of field 一片美丽的田野 用beautiful 修饰是stretch 再不说a stagnant pool of water 一潭死水 叫一死潭水 stagnant停止着不流动 用这么一个 这个我们还有四测 第十三颗见过的 grit length of drill pipe 很长的一根一根的钻管 用grit修饰这个lens 而不修饰drill pipe 你像等级中 它用strange new修饰means 而不修饰这个transport 再比如说我们在第三测 实物课讲过的 很好的一大板巧克力 叫做a nice big bar of chocolate 也是用nice和big修饰bar 而不修饰这个chocolate 为什么nice在前big在后 这个nice很好的 不属于大型粘心眼光采用 big属于大小 所以不属于巴黎的 挣到前面去 先说nice后说big就好了 这是老知识的复习 好 很多一身很新型的 奇奇怪怪的这种交通工具的方式 已经被研制出来了 这个transport 这是一个英联邦国家用法 它做不可数名词 表示交通或者交通工具 泛指不可数 美式版本用transportation 注意也是不可数的 英国在后面没有卷式音读成这样 打上那边transport transport 中音在前面 美国用这个词代替transportation 都是指交通或交通工具 但通通不可数 这个没错 我们先回顾一下 在第三册47个出现的句子 三册47个 A lot of people object to mobile phone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used in public places like restaurants or on public transport 很多人反对手机 尤其他们在公共场合使用的时候 比如说像饭馆里边 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叫做public transport 注意不可数名词 前面没有贯词 后面没有负数 在美国叫public transportation 也是不可数名词 还有我们看这个例子 我们见过 food, clothing, 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 而daily necessities 这个衣食住行是日常必需品 这个行 交通用transportation 前面都是不可数的 food,食物不可数 衣服, clothing不可数 shelter表示住处不可数 还记得第三个find shelter 找到住处吗 第三个mant woman讲过 不可数 四个不可数名词 衣食住行 只不过老外他更贪吃 把食物放在前面 中国习惯说衣食住行 这是我们说交通或交通工具 那么新类型的交通工具 已经在本世纪被研制出来了 注意develop 在这不能发展 它是表示研制开发出来 develop意思特别多 这里表示什么 to design or make a new idea product, system, etc. over a period of time 在一段时间之内 经过一段时间来设计 或者制造出新的一些想法 新产品 新的系统等等等等 所以研制设计或者开发 经过一段时间来弄出新的东西来 就develop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scientists are developing new drugs to treat arthritis 科学家们正在研制一些新药 来治疗关节炎 arthritis就关节炎了 研制开发出来新药 再来就说 看这个句子 He claims that several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nuclear weapons secretly 他声称有肉干国家 已经研制秘密的 在研制了这个核武器 这个develop就秘密 这个secret是秘密 develop 研制 这个开发 研发出来 百分钟 正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本世纪 我们已经很多新的一些交通工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已经被研制出来了 后面说 普通说明 the strangest of them being perhaps the hovercraft 其中最奇怪的可能就是气垫船了 这个是个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 being 是这个独立主格里面的非微动次形式 这个独立主格结构非常类似于三册的另外一课书 就是三册的第48课里面 咱们回顾这句话 特别像 这句话说 the village seemed deserted the only sign of life being an ugly looking black goat and a short-length rope tied to a tree in a field nearby 这个句子主干 就是白颜色的 这个村子看上去很荒凉 然后句子主干结束 后面黄颜色的整个 是一个巨大的独立主格结构 独立主格的逻辑主义是 the only sign of life 唯一的生命的迹象 是什么 非微动次中心用来b应 跟短缘中的b应一样 只不过后面的名词短缘比较长 是什么 一头丑陋的黑衣山羊 然后拴到一颗小绳子上 绳子系在树上 树在附近的一块田地里面 咱们翻译中文倒过来翻译 唯一的生命迹象 就是在附近的田地里面 树上用一件小绳子拴住的一头丑陋的黑衣山羊 这是独立主格结构 这个b应也可以去掉 我们说这b应里面 独立主格出现b应一般可以省略 没问题 好 我们类似造口句子 也用一下独立主格 也用一下刚才我们说的 什么形容词语序 包括研制 这个动词 看一个完整句子 苹果公司研制出了很多有趣的新产品 其中最成功的可能就是iPhone了 苹果公司叫Apple 后面incorporated缩写叫inc 它来自incorporated 就合法注册的公司 在美国公司名字后面经常叫inc一点 It's short for incorporated 就合法注册公司了 研制出了很多有趣的新产品 在这我们要突出产品 还是苹果公司 要突出新产品 所以我们大家用苹果公司做主语 还是用新产品做主语 很多有趣的新产品 你看很多many 有趣的和新的都修饰产品 有趣的大型年新 严国采用 没有有趣的 但大型年新新旧里面有 所以把有趣的放到前面 新放到后面 咱们很多有趣的新产品 被苹果公司研制出来 其中最成功的就是iPhone the most successful 后面是不是可以加B应了 就好了 咱们试试看怎么说 先说很多有趣的新产品 many interesting new products have been developed by appleincorporated 苹果公司 对吧 然后呢 the most successful of them 其中最成功的 being perhaps the iPhone 就好了 再回顾下这句话 这句话里面有很多名堂 我们要突出 很多有趣的新产品 故意用了被动 把苹果公司残在中间 我要突出这个产品 放在聚首了 Many interesting new products 先说interesting 再说new 这是符合咱们说的新文字的语序 然后被研制出来 被什么 被苹果公司 然后补充说明 最成功的 其中最成功的 就是iPhone了 the most successful of them being perhaps 有可能是the iPhone 就好了 好 这是第一句话 我们看到这儿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 那么这个气电船 是怎么研制出来的呢 谁研制的呢 咱们来看第二句 看屏幕 in 1953 a former electronics engineer in his fifties Christopher Cockrell who had turned to boat building on the Norfolk roads suggested an idea on which he had been working for many years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ial circles 描述了这个 这个气电船 前世今生 他是在1953年 那么是时间状语了 有一个以前的这么一个 电子学发明的工程师 在50多岁左右的一个工程师 这人是谁呢 就Christopher Cockrell 这个人 是做前面的工程师的同位于来 就是这个人 他怎么样呢 后面 黄耶稣who开始到browser结束 是定义从去 原来是电子学的工程师 现在已经致力于船舶制造 在这个norfolk bros 这个湖区 这个郡的湖区 这个地方 开始船舶制造 turn to表示 致力于把时间精力 花在这个上面 致力于船舶制造的 这么一个工程师 norfolk是英国的一个郡 brows是这个地方一个湖区 经常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来划船来度假 这个湖区 然后这个主意结束了 他怎么样呢 这个工程师 他当时提出了一个想法 这个suggests不是建议 而是提出工门的考虑 他一般是跟后面to搭配 suggests an idea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in Dutch circles 向英国政府和当时的工业界 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这个on which he had been working for many years 当时定义从去 修士 就是他为此 已经致力于这个新想法 已经很多年的这么一个新想法 他向英国政府提出了 这个on which he had been working for many years let's work on work on something 就是致力于努力去做模式 就是他为这个新想法 已经努力研究了好多年的一个新想法 向英国政府和工业界提出了 这个circle表示某个圈子某个界 有共同职业和共同兴趣的一群人 叫某个界某个圈子 这里面有些术语 咱们看一看 首先那个electronics 这个是多语词 生活中两个语词都很常见 本文中是第一语词 它从不可署名词来用 表示电子学 就是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lectric current and the technology that uses it 就是这么一个科学研究 研究什么呢 研究电流和使用电流的技术 叫电子学 叫electronics 我们知道CS可以表示某个学科 经济学 叫economics 物理学 physics 电子学不可署名词 你比如说 a degree in electronics 电子学方面的一个学位 取得了一个学位 再比如说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电子学工业 an electronics engineer 本文中的一个电子学方面的 一位工程师 这个研究电器和电力制造的工程师 电子学 但是还有生活中第二个意思 叫电子设备 electronics 这个时候的本身是复述了 它并不是CS结尾的一个名词的 叫electronics 用复述名词 它本身这个S是复述 表示electronic equipment 电子设备 它本身用复述 比如说 weather can interfere with a car's electronics 天气可能会干扰一个汽车里的电子设备 注意这个词 它习惯用复述 就泛指那些电子设备 interfere with 就是干扰的意思 可能会干扰汽车里的电子设备 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 电子学的工程师 怎么样 50多岁的工程师 in one's fifties 叫50多岁 50到59之间都叫50多岁 这个有一些具体的修饰语 比如说 51-2岁 in his early fifties 前面叫early 就51-2岁 52-3岁 in his mid-forties 用MID mid加连字符 这表示在55岁左右 那58-9岁 in his late fifties 还包括20-30-40-50都一样 这是用early mid加连字符和late 来进一步限定 使它更精确一些 然后Christopher Cockrell这个人 怎么样 who had turned to boat building 现在已经开始致力于 做传播制造 以前是电子产品 现在转行做传播制造 这个turn to 要注意翻译 turn to something 意思特别多 咱们以前讲 可以表示求助于 但这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意思 它是什么意思 to devote or apply oneself to something as to a field of study 把全部时间精力 用于做某事 或者让某人 让自己努力的去做某事 比如说某方面的 某个领域的研究等等等等 就致力于turn to something 比如说 unsuccessful in mathematics the student turned to biology 原来在数学方面不是很成功 现在这个学生呢 致力于生物学 就是把时间精密 就是这个完全用于学习生物学了 百分钟跟他有意义同步 电子学的工程师 现在呢 致力于传播制造 turn to this Norfolk Browse Norfolk Browse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地区 这个是英国比较有名的地方 作为背景 咱们了解一下 首先看看什么叫Norfolk Norfolk 叫诺福克郡 这是英国的一个郡 a county county就是郡了 a county in eastern England 英兰东部的一个郡 consisting mainly of rather flat farmland and some lakes called the Norfolk Browse where many people spend holidays sailing in small boats or barges 英国东部的一个郡 主要是由相当平坦的那些农田 还有一些小的湖泊组成 这些小的湖泊被称为叫 Norfolk Browse 就本文中的这个地点 叫诺福克郡的布罗兹湖区 这个地方一连串的小湖 在这个湖区 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来度假 就在小船或者驳船里边 来划船来度假 那么一个度假去 这个board是普通的小木船 这个barge叫驳船 一般更大一点 就驳斥那个驳 马子边那个驳 两个叉那个驳 这是Norfolk Browse 这是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现在在诺福克郡的布罗兹湖区 在这致力于传播制造 这么一个人 那么向英国提出了 向英国政府和工业界提出了一个 他已经研究多年的一个想法 这个industrial叫工业的 做辨析 回忆一下怎么讲过 industrial叫工业的 但industrious是什么 勤奋的勤劳的 别搞混 industrial是勤劳的 industrial是工业的 然后circle就是圈子 或者阶层 或者翻成戒就行了 咱们看精确的解释 a group of people who know each other and meet regularly or who have similar interests or jobs 一群人彼此之间认识 并且经常来见面 或者是有类似的兴趣 或相似的工作的这么一群人 所以说有共同兴趣 或职业的人 人形成了一个圈子 阶层 或者界 本文中 industrial circles 就工业界了 工业这个圈子里面 提出了这么一个 他已经钻研多年的 这么个像workout 叫智力去做了 这个钻研多年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什么呢 咱们来看第三句话 他说 It was the idea of supporting a craft on the pad or cushion of low pressure air rained with a curtain of higher pressure air 这是紧接着上一句话说了 这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用of引出同位语来 这是of后面引出的是idea的同位语 就是supporting a craft 就支撑一个craft craft表示船或者飞行器都行 在这儿在水上就叫船了 在一个小垫子上 支撑起来一个船质 这个pad将引号所谓的垫子 或者叫cushion cushion电状物 pad后面一般可以一个off搭配 or cushion可以看到插入语 什么垫子呢 低气压的空气 低压空气 组成的这么一个垫子 这个低压空气又怎么样呢 rained with its道具 末是非非动词 作后置的语修饰低压空气 ring是包围环绕 再是被包围环绕 就是什么呢 被一圈高压空气形成的帘状物 跟帘子一样 就一圈东西 环绕起来的低压空气 能够支撑起一个船 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不再在水上走了 这个船下不是空气 拖着这个船 这个是这么一个念头 一个想法 这里面有些词汇 咱们看一看 首先看看craft 这个craft有两个意思 它复数都是craft 单复同行 复数还是craft 第一意思表示 abode or ship 船舶 小船或者大船 都能叫craft 复数还是craft we passed several other crafts on the river 我们在河上 超越过了另外的几艘船只 注意other craft 不能叫craft 复数还是craft 第一个意思是船 但craft的第二个意思 还可以表示 航天气 甚至宇宙飞船 在天上飞的也能叫craft 复数一样是单复同行 还是craft 不能架死 叫做an aircraft or spacecraft 一个飞行器 或者宇宙飞船 天上的飞机 宇宙飞船都能用它 本文中用craft用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本文中水上去走的东西 你说像飞机 它在空气中飞 但离水游这么近 究竟是飞机 还是船都不好说 干脆用craft就好了 它又像飞机 又像船 是很有趣 它说支撑一个craft 什么东西 在什么呢 on a pad of low pressure air 在一个钉压的空气 组成的一个垫上面 咱们看看什么叫pad 当然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看刚才那个航天气 语录非常的例子 注意的复处还是craft the astronauts piloted their craft down to the lunar surface astronaut就是宇航员了 宇航员驾驶着他们的飞行器降落到了月球的表面 Lunar是月亮的月球的 这个craft飞行器 宇宙飞船也用它 好 本文中说了 再回到剧中 这是一个能够支撑一个craft的东西 在什么呢 在一个垫子上 咱看什么叫pad 看看这个词的解释 什么叫pad呢 a thick flat object made of cloth or rubber used to protect or clean something or to make something more comfortable 这是一个垫子 什么呢 一个厚厚的平坦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由布或者是胶皮橡胶组成的这么一个厚厚的平的这么一个东西 用来保护某个东西 或用它来清洁某个东西 或者使某个东西变得更舒服一点 这是一个垫子叫pad 一听声音就是平的 那后面经常跟off搭配 本文中 后面那个occasion 后面有off吗 off low pressure air吗 就是跟off搭配的 什么什么的 就是这么一个垫子 比如说 press on the wound with a large pad of cotton wool 我说用一块脱脂棉 来摁住这个伤口 不让它再流血了 就是用脱脂棉 去构成了一个 厚厚的这么一个 扁平状的东西 cutten wool 就是咱们医学常用的脱脂棉 本文中是什么构成的垫子 就是低压空气构成的一个pad 或者叫cushion 电状物都行 然后ring with a curtain of high pressure air ring with 我们说了过去分词 当沸沸动词 这是过去分词短语 后制定语修饰低压空气 就是被高压空气的连状物 所环绕的低压空气 这个来自极物动词ring 什么意思呢 to surround something 相当于是surround 包围或者是环绕 看例子 armed police ringed the hijacked plane 武装的警察都拿了武器的警察 please表示警察 它本身就是复述 不能再加s 包围了被劫持的飞机 hijack 三册十九颗讲过 叫劫持 是被劫持的过去分词了 包围环绕了 相当于surrounded 跟着surround是同一词 如果被什么什么所包围 那就用被动be ringed with something就好了 本文中因为是非被动词 所以把被动词去掉了 被什么什么所包围 比如说 her eyes were ringed with black lashes 他的女孩子的眼睛被黑色的眼睫毛所环绕 一圈黑色的眼睫毛 看着这么一想有点吓人 总而言之 是一圈眼睫毛 be ringed with 被什么什么所围了一圈 本文中是被什么 高压空气组成的一个curtain 是帘子或者帘状物 本来表示窗帘或者幕布 叫curtain 但不一定非得是窗帘幕布 它可以类似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 a thing that covers, hides, or protects something 能够盖住某个东西的 藏住某个东西的 或者保护某个东西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眼闭物,遮盖物,防护物 类似于帘子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起到帘子作用的这个东西 叫curtain 搭配往往是curtain off 本文中搭配也是这样 a curtain off 什么什么构成的一个帘状物 遮壁,覆盖或者防护的这么一个东西 比如说a curtain of fog 这个一层雾组成的一个帘状物 让后面东西看不见了 雾蒙蒙的 对吧 或者a curtain of smoke 一层烟雾像帘子一样 能够遮住后面的事物 再比如说 they could see nothing through the curtain of rain 在一层鱼幕之后 他们看不到任何东西来 穿过像帘子一样的一层雨 像鱼幕一样 所以类似于银幕或类似于帘子的东西 叫curtain 这是做比喻 固定的比喻 本文中是像帘子一样 这边一圈嘛 把那个低压空气围住 一圈高压空气 这是这么一个 这个想法 这个可不得了了 从那以后我们 这交通工具怎么定义啊 都很 这个很难去说了 咱们看下一句话 他说了 Ever since people have had difficulty in deciding whether the craft should be arranged among ships planes or land vehicles for it is something in between a boat and an aircraft Ever since 从那以后 这是个副词短语当状语来用 这从那以后 一时怎么怎么样 注意它的句子主观结构 用完成识 你have had 用完成识了 在这做副词 它也可以当介词短语 或者是廉词 也行 咱们一会儿会看讲解 从那以后 人们呢 这个要去决定 这已经很困难了 这用的是have difficulty in doing something 做某种困难 这个作为固定巨型 咱们一会儿会讲解 来决定什么呢 whether 这个一直到分号之前 这个分号之前 是做decide 并于从军 是否这种craft 应该被归类成轮船呢 还是飞机呢 还是路上的车辆呢 就很困难了 这个range 在这表示归类的意思 应该归到轮船飞机 还是车辆这一类呢 就很困难了 为什么呢 for一直到巨目 这个带向后行的部分 这整个句子的原因状语 这是原因状语从军 因为 因为它是介乎于船和飞机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说是飞机 它在水上走 你说是船 但是下面在空气上行驶 又像飞机又像船 怎么归类就很困难了 这里面细节很多 先看第一个 就是重要的ever since 它的含义就是 从来以后一直怎么怎么样 既做副词 又做介词 又做连词 它的continually since that time 从来以后一直如何 这个既做副词 又做介词又做连词 百分之中是当副词来用 因为它单独使用 就从来以后一直怎么样 但无论怎么用 它句子主干 用凡程时 这个要注意 我们先看做副词的一些例子 三册的第二课 先看见三册第二课 13等1 The big clock which used to strike the average day and night was damaged many years ago and has been silent ever since 过去曾经昼夜打点不停的大众 在多年前被损坏了 从来以后一直沉默 没有想过 has been silent ever since 在这是副词段语 用的是完成式 has been silent 还有三册的36颗 也用的是副词 副词形式 Assuming that his family had been killed during an air raid and settled down in a village 50 miles away where he had remained ever since 以为他的家人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 汉斯在50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庄定居下来 并且从来以后一直留在那 where he had remained ever since ever since位于从具里面 他的主观结构 就是后面这个位于中词 he had remained 过去完成式 也是完成式 这是过去都过去 完成式 这是副词 做戒词也行 咱们看ever since 后面加名词短语 构成戒词短语的 这么一个 这个结构 三册23颗 各有所爱 有数不胜数的人 在这定义从具 自从他们的早年 就童年开始了 ever since 后面跟的是名词短语 the early years 说明ever since 当介绍来用 那么他所在的 句子的主干 不就是定义从具吗 他在定义从具内部的 这个时间状语 定义从具的位于是 have learned 就学会了把蜗牛 跟食物联系到一块 这是完成式 ever since 当介绍来用 他当廉词来用 也行 咱们看一个做廉词的例子 he has been depressed ever since he got divorced 自从他离婚之后 一直心情很沮丧 很抑郁 很压抑 完成式 has been depressed ever since 后面跟的是 时间状语从具 当廉词来用 所以ever since 都是从那以后一直 他所在的分具里边 要用完成式 而且他既可以当副词 也可能借词 也可能连词引导 时间状语从具 都可以 本文中是副词 从那以后 人们要决定这个 就很难了 have difficulty in doing something in here is dispensable 做某事有困难 这个in可以去掉 这个三册就讲过 I can have trouble in doing something in同样可以去掉 做某事有困难 这个in去掉都行 还有一个 have a hard time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有困难 这个一般不加in 类似 have difficulty in doing have trouble in doing have a hard time doing something 这是一般不加in了 做固定搭配 记住就好了 比如说 we have no difficulty finding the house 找到这栋房子 我们没有怎么太太劲 也可以说 in finding the house 加不加in都行 我们跟doing 再比如说 I have some trouble in reading his letter his handwriting is very bad 我要读他这么信 可费了点事 有点费力 有点麻烦 为什么呢 这个人笔记太糟了 字写得太难看了 太糟了 我很难辨认他的字 have trouble in doing something 一样跟doing 前面in可以去掉 代表说 she had a hard time writing the dear John letter 这个女孩子写这封绝交信 好困难 have a hard time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 有困难 这有个术语叫的 Dear John letter 亲爱的约翰 这封信 其实就是女孩子 跟男孩子的绝交信 咱们三册讲过 如果男孩 给女孩 写绝交信 把John 换成Jane J-A-N-E 常见的女孩名 Dear Jane letter 叫男孩 给女孩 写的绝交信 这是女孩 给男孩 写绝交信 好困难的措辞 非常的难 动脑筋 费了半天力气 做某事有困难 have difficulty in doing have trouble in doing I have a hard time doing something 记住就好了 本文中士 要决定什么 是否这个Crab 应该被归裂成 是轮船 飞机 还是路上的车辆 这个range 是个书面语 叫什么 to assign to a category 把它归到这个类别里边 或者干脆相当于 三册27个讲的动词 classify 就归类 分类 这个意思 就是要分到 这个轮船里边 还是飞机里边 还是路上 这个车辆里边呢 归到哪一类呢 很困难了 这个破终号 后面 跟出一个for 原因状况从具 为什么呢 因为 它是位于轮船 和这个船只 和飞机之间的 这么一个东西 It is something in between in between a boat and a craft and a craft and a aircraft 注意这个in between 是between的另外一个版本 in between 记住就等于between 是一样的 跟between一样 它既可以做副词 也可以做借词 in between 就是between 记住就好了 你比如说 I lost my keys somewhere in between the car and the house 我在这个汽车 和房子中间的某个地方 把钥匙给丢了 in between 可以直接换成 between the car and the house 这是当借词来用 是可以的 再看当副词来用 Our town One town ends where the next begins and there is a road that runs in between 一个城镇结束 另一个城镇 又开始了 两个城镇结阳之处 这里有一条道路 从支柱中间横梗着穿过去 RUN延伸延展 between再当副词来用 在之间穿过 in between 记住就是between的一体字 看最另外一个版本 跟between做副词 做借词用法完全一样 本文中跟单独用between是一样的 究竟是船还是飞机都很难说了 咱们看下一句第五句 看屏幕 As a shipbuilder Cagreel was trying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wave resistance which weighs a good deal of the surface ship's power and limits its speed 这句话 没有什么难的单词 把语法看清就行了 As a shipbuilder 作为一个造船的人 然后Cagreel这个人 他一直都在努力来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A solution 后面to do到剧末整个后制定语 A solution to something 什么什么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to是借词 A solution to something 某个东西的解决方案 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什么问题 of the wave resistance 就是波浪的阻力这个问题 这个波浪阻力 在后面又挂了一个定语重句 位置开始的时候到剧末 波浪阻力怎么样 位置关系代词 修饰波浪阻力 在定语重句里面充当主语 波浪阻力会浪费 好多的在水面上航行的船的动力 这个a good deal of 这个good不是好 是好多的意思 咱们23课讲鸟的飞行方式 讲good可以表示量很大 很多的 好多好大 周恩中的好 也有这个意思 这个大量的surface 就是在水面 在水面形式的船的动力 并且怎么样 并且还有限制它的速度 它的主语还是 wave resistance 还是第三个单数 所以后面还是加了limits 跟前面waves一样 它的主语都是wage 直带的是阻力不可数名词 所以都加了s 就是第五句话 它一直在想 怎么样解决浪的阻力 这个船走不快 主要是有波浪在挡着 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句 那么这个Cockro想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咱们看下一句话说了 His answer was to leave the vessel out of the water by making it right on the cushion of air no more than one or two feet thick 它的这个解决方案 answer不一定是问题的答案了 就是解决方案 answer is just another way to say solution 这就是上一句话中的solution的一个替换 都是解决方案 是什么呢 was to 动词不定词to do 一直到剧末 是整个动词不定词 做一个巨大的表语 这是主系表结构嘛 不定词做表语的时候 前面出现了十一动词do 那么后面这个to可以省略 如果前面没有出现十一动词do 那么后面这个to 一定要把它去加上 你像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就不用说is to dream 因为all I have to do 前面出现do了 这前面没有出现十一动词do 那么后面不定词做表语 这个to必须写出来 这是咱们老师就复习了 为什么用动词不定词做表语 而不用doing呢 动词不定词表示要做还没做的事 一般用它 它的解决方案是这个 当时只是有着念头 还没开始去实施呢 所以用to do是对的 Lip是抬起来 把这个vessel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船 ship boat都可以叫vessel 也就是相当于刚才的craft 把它提到水面外边来 通过什么呢 by到拒末 这是方式状态了 通过让它making做by的语言 让它形式在一个气垫之上 cushion 别是垫状物 这气垫有多高呢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修饰 前面这个气垫 大概仅仅有一到两英尺这么厚 no more than 不能反正不多余 反正只有才这么点 在咱们第十三课讲过 no more than 后面跟精确的数字 只有强调数量少 这个意思 咱们先复习 no more than 这个重要搭配 仅仅只不过 后面跟的是精确数字 不要反正不多余 它强调数量很少 这个 比如说看例子吧 we were standing no more than 10 meters away from the scene of the crime and we didn't realize it 我们当时站在离这个犯罪的场景仅仅才十米这么远的地方 但是我们没有install这个事 no more than 只有十米 墙的数量特别少 离犯罪现场只有十米 真的是十米 墙的数量很少 这是no more than 再比如说在44课里面 257月14到第15号 44个文化的模式 再来回讲 257月第14到第15号 他说 When one seriously studies the social orders that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utonomously the figure becomes no more than an exact and matter of fact observation 这句咱们在以前见过 讲重点搭配讲过 当人们严肃认真的去研究 一个有机会能自发的发展起来的一个社会秩序的时候 自发的自动的叫autonomously 就是这个复存 那么这个数字就变成了 只不过是一个精确的并且实事求是的这么一个评论罢了 no more than表示只是只不过是 仅仅是相当于only这个用法 no more than 那么但不要把它弄混了 如果表示最多或者不超过 表示大概一个数量 咱们not more than 最多是这么多 不超过这个数字 究竟多少咱不知道 这个是大概的一个估算 最多或者不超过 咱们看一个例子 he is not more than 30 他最多也就是30岁 多少岁数我不知道 看289万 最多30 不超过30 不超过30 而no more than 后面跟精确数量强调数量少 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复习一下 如果表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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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less than not less than 表示足足有这么多 他刚好反过来了 强调数量特别大 而且确实是精确数量 no less than 后面加数词 加计量名词 时间距离金额 这个时候不能用no fewer than 这是怎么13克探寻石油里面讲过的含义 如果表示这个 不至少有不少于 用not less than 还是把no 换成not就好了 这是大概的数量 多少呢 不知道 至少都有这么多 不少于这个数字 那么less 后面要限定时间距离金额 这样的计量名词 如果是普通名词 跟着经典语法 咱们换成fewer no fewer than 一样表示 有这么多强的数量大 后面跟精确数量 如果不少于 not fewer than 就好了 但我们说了 在跟普通名词时 在当代英语中 也倾向于使用less 但是比较经典的语法 还是倾向于fewer 更稳妥一些 用less也不能算错 咱们用fewer是万无一失的 但no一定要强调 数量大 跟精确数有这么多 not表示概括的一个数字 至少有这么多 就好了 我们再复习 表示只有的另外几个替换 还有nothing but nothing but跟no more than 含义类似 也是表示直 只有这么一点 也是强调 只有仅仅有 我们复习一下 在21课里面 121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121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he had nothing but 我们先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先看一个简单例子 一会儿看21课的句子 he had nothing but a cup of tea this morning 他在今天上午 他在今天上午只喝了一杯茶 仅仅喝了一杯茶 就没吃早点 只有 我们在下面看21课 121页第一行到第二行 看这句话 William S. Hard was perhaps the greatest of all western stars for unlike Eric Cooper and John Wayne he appeared in nothing but westerns nothing but 也相当 only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William S. Harder可能是西部片明星中最伟大的一个人了 因为并不像加利库帕和约翰·韦恩 他只出演西部片 nothing but 相当于only 只 只有 这是在21课 还有在39课里边 就228页第11行 228页第11行 第39课里边 I have heard of writers who read nothing but their own books 我听说过这样一些作家 他只读自己的书 只读字 nothing but 相当于only 只读自己的书 这可以同时记住 还有一个贬义词叫 nothing more than nothing more than 尽管也是有only的含义 但这个词一定有贬义 表示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很瞧不起的样子 注意nothing more than 这个贬义词 就只不过是 但确实也是强调类似的含义 但它一定有贬义 我们大声度一下 nothing more than 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很瞧不起的样子 比如说 he dismissed brian as nothing more than an amateur brian as nothing more than an amateur dismiss something or somebody as 把某人某物当作是什么什么而不屑一顾 这是固定搭配 咱们以前讲过 dismiss a as b 把a当作b而不屑一顾 他把布莱恩当作只不过是一个外行业余爱好者而不屑一顾 没有再当回事 nothing more than an amateur 只不过是个外行业余爱好者 只不过是nothing more than 这几个可以同时记住 有复习 有新知识 本文中是仅仅有强的数量少 仅仅有1到2英尺这么厚一个气垫 后面下一句话再来看进一步描述 这个气垫怎么去实现呢 怎么让它在气垫上去行使呢 看下去 他说了 this is done by a great number of rain shaped air jets on the bottom of the craft this is done 这个事情是这样被做的被实现的 说通过什么 通过大量的环形的这种喷气嘴 气的气流 在船只的底部大量的喷气嘴喷出空气 然后把船拖起来 是这么一个 这个里边有一个词叫rain shaped 这个shaped咱们在三册讲过 叫某某某某形状的 这个jazz表示喷嘴或喷出的气流 或者喷出的水流都行 on the bottom of the crab 就是这个修饰前面的喷气嘴 在哪呢 在船只底部的喷气嘴 大量的环形喷气嘴 喷出空气把船拖起来 这个我们看看这个里边一个复习 就是三册讲过的这个shaped 它本身可以当那个suffix 就是字根了 被用来干嘛呢 与很多名词构成复合形容词 来描述某个东西的形状 就某某形状的 一般用连字符hyphen 连字符才叫shaped 本身这个ring shape 就环形的吧 圆环形状的 再比如说 v-shaped color 一个v字形的领子 就我们说一个机心领 像字母v一样形状的领子 an l-shaped room 一个l形状的一个房间 就房间带刀瓣 l形状拐弯的这么一个房间 什么什么形状的 a heart-shaped leaf 一个心形的 像一颗心一样的 一个树叶子 心脏形状的一个树叶子 还有 a crescent-shaped scar 一个心月形的伤疤 crescent 就月牙 心月 这个月牙形的一个伤疤 crescent表示心月或月牙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shaped 也可以单独当形容词 用其他的副词来限定 也是表示什么什么形状的 这个在三册见过 比如三册第18个 出现了 ardly shaped forms 骑形怪状的雕塑品 这个form表示某个形状的东西 这是雕塑品 ardly奇怪地 修饰形容词shaped 也是表示某个形状的 还有三册的46颗 出现了 several curiously shaped bits of metal 若干骑形怪状的金属块 curiously跟ardly类似 也是修饰形容词shaped 某个形状的 还有三册的第52颗 mud is mud 实事求是 a large curiously shaped bottle 一个巨大的形状 古怪的一个瓶子 你看curiously 副词限定shape 还是某个形状的 它有这个含义 本文中圆环形状的 什么 air jets 这个jet 本来可以表示jet plane 就是喷气式飞机 但其实jet本身表示喷嘴 或者喷射出的水流气流 就这大声再读便 jet 单独使用 它可以相当于jet plane 就喷气式飞机了 但本来是表示喷射或喷嘴 表示什么呢 an narrow stream of liquid or gas 一个细细的流 液体流或者气流 怎么样呢 that comes quickly out of a small hole 从个小孔迅速出来的气流或水流 or the hole itself 或者只是小孔本身就喷嘴了 能喷出空气或水的喷嘴 叫jet 看例子 to clean the gas jets on the cooker cooker就煤气灶了 清理一下煤气灶的这个 这个气的煤气的喷嘴 就喷出煤气的这孔 别让它堵了 这个是这个jet 喷嘴 喷出的水流气流也行 比如说 she soaked herself beneath the refreshing jets of water 她给自己身上打上肥皂 在什么呢 在这个令人神清气爽的这个水流之下 就是这个这个 联盆头喷出的水流 Jets water 这个水流之下 给自己身上打肥皂 正洗澡呢 这个Jets叫喷射 或者喷嘴都可以用它 百分钟呢 你当做喷嘴 或者喷射出的气流都有道理 就是这个船只下部的很多的喷嘴 来实现这个事 我喷出的气流都能讲得通 然后下一句话说 因此这个船就能飞起来 讲着原理了 看下面第八句 就第一段最后句 It flies therefore but it cannot fly higher It's action depends on the surface water or ground over which it rise 这句话没有什么难的单词 那么中间是but连接两个完整句子 后面这个破织号表示地境关系做一个解释了 这个船能够飞起来 fly加引号 就是并不像飞机飞在空中 很低的飞起来 therefore因此是个插入鱼 但是它不能够飞得更高 加个破织号解释 为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行动 dependent取决于 依赖于 取决于表面 后面的water or ground 是一个插入鱼 或者是水 或者是陆地 这个表面 然后再加定义 从去修饰这个表面 over which it rides 修饰surface 就是它所骑跨在什么东西的上面 在水面 还是在陆地的平面上飞行 这是去描述一下 这个气垫船 它大致的原理 是为什么能够向飞机枪漂浮起来 好 第一段 格老师就看到这